这个长相漂亮的女人 一把将身边的男人从睡梦中推行 然后神情妩媚地跳起了舞蹈 女人舞姿优美 但男人却仍然神情呆滞 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眼前的众多美女竟让她提不起丝毫兴趣 这个男人是其国第十四位国君齐湘公 麦里跳舞的女人是她的妃子莲氏 看着连世婀娜的身姿和充满挑逗的眼神 齐湘公却像块石头一样无动于衷 这倒不是她对女人不感兴趣 而是此刻她的心中正想着另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就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文江 宫女歌词中唱的《哥哥爱妹妹》 正好戳中了齐湘公的痛处 心烦意乱的齐湘公大发雷霆赶走众人 至于齐湘公为什么如此惦记自己的妹妹 这个荒唐的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话说江子牙扶左周五王灭伤后被封国建邦 江子牙的封地就是齐国 齐国在众诸侯国中地位崇高实力雄厚 当传到齐熙公的时候 齐国国力更加强盛 齐熙公曾多次主持各国会盟 平定了许国和宋国的内乱 又先后讨伐宋国鲁国 郑国和嫡荣 使齐国形成一个小霸局面 齐熙公也被后世称为春秋三小霸之一 虽然齐熙公在战场上驰骋纵横 但他的家里却出了一件糟心事 齐熙公有两个非常漂亮的女儿 一个叫宣江 一个叫文江 都是天下文明的角色美人 宣江就是被荒淫好色的 为宣公抢走的那位儿媳妇 而文江长得比姐姐宣江更加漂亮 甚至被列为春秋四大美女之一 但文江却偏偏爱上了自己的哥哥朱儿 朱儿是齐熙公的长子 也是齐国的太子 两个人的乱伦私情 成了齐国上下人尽皆知的丑事 齐熙公深感羞耻 急忙给女儿寻找婆家 一些知道内情的诸侯纷纷避而远之 但接盘侠毕竟还是有的 鲁国国君鲁桓公贪恋文江的美貌 不在乎流言蜚语 迎娶文江过门 15年过去了 鲁桓公对文江的宠爱丝毫没有减少 还把他和文江生下的儿子 同立为太子 但鲁桓公不知道的是 这15年来齐国也有一个人一直惦记着文江 这个人就是当初的太子朱儿 也就是现在的齐乡公 正是因为齐乡公的心里一直爱着自己的妹妹 所以对其他女人全都视而不见 连世嫁给齐乡公三年一直备受冷落 这也有了开头齐乡公听到歌声发怒的一幕 齐乡公时时刻刻都想着能和妹妹文江再续前缘 结果还真被他找到了一个机会 连世有个哥哥叫连称 是齐国的大副 连称本来想着靠妹妹的关系飞黄腾达 眼看妹妹被齐乡公冷落 连称决定另谋出路 他给齐乡公献祭 让齐乡公迎娶周天子的妹妹 这样齐国可以借助周天子的名义 干更多的事情 对齐国的霸业大有好处 齐乡公听后灵机一动 一定要请卢侯来当议婚特使 根据风俗 诸侯王成婚需要周公的后人来组织大典 在当时的众多诸侯国中 鲁国是有名的礼仪之邦 鲁皇宫就是最合适的议婚特使 聪明的连称一眼就看穿了齐乡公的想法 齐乡公瞬间给连称 递取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这个小子非常识相 再说鲁皇宫收到消息后 陷入了犹豫 理论上来说 齐乡公迎娶周天子的妹妹 请他去当特使 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 但齐乡公非让他带上夫人文江 就有些阴谋的味道了 不过现在的局势是齐强鲁弱 鲁皇宫不敢直接拒绝齐乡公 再加上文强表示 自己15年没有回过林滋城 非常想念家乡 鲁皇宫心肠一软 就决定带着文江迁往齐国 齐乡公让鲁皇宫带上妹妹回国 其目的显而易见 趕快回去打扫公事 准备好车马 我到落水边 请自以后 齐乡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 在河边迎接自己的妹妹 当看到妹妹文江的一瞬间 齐乡公不顾河水的湍急 大步冲到妹妹的身前 15年过去了 兄妹二人对彼此的思念 没有半分减少 反而越来越深 干柴烈火 其结果可想而知 来到齐国没多久 文江就开始夜不归宿 鲁皇宫身为一国之君自然不是傻子 一听就知道文江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气得直接跑到齐国王宫去锤门 但任凭鲁皇宫把宫门砸得震天响 还是没有见到妻子文江 此时的齐乡公早带着妹妹文江 去其他地方私会 宫女们在王宫找不到齐乡公 又来到莲师的住处寻找 结果宫女被愤怒的莲氏 一巴掌扇翻在地 自从文江回到齐国 莲氏在齐乡公心中的地位 一落千丈 齐乡公再也没有宠幸过他 心里不平衡的莲氏 憋着一肚子火 想要报复齐乡公 这时一个男人 偷偷钻进了莲氏的卧室 你怎么进来的 这个男人名叫公孙无知 是齐乡公的侄子齐乡公的堂兄弟 齐乡公在世时非常宠爱公孙无知 他的生活待遇和俸禄 都和当时做太子的猪儿同等 为此公孙无知和猪儿 没少发生争斗 等齐乡公去世 太子猪儿继位后 立刻开始打压公孙无知 降低他的俸禄和生活待遇 公孙无知因此怨恨齐乡公 一直想找机会取而代之 就这样 胡兽宠的莲氏和野心勃勃的 公孙无知勾搭在一起 莲氏负责为公孙无知 侦查齐乡公的情况 公孙无知则答应 篡尾成功后 让莲氏当他的国君夫人 一场针对齐乡公的阴谋 已经秘密展开 但此时 齐乡公的所有心思 还挂在自己的妹妹文江身上 二人之间的私情 很快就被鲁桓公发现 头顶清津大草原的鲁桓公 实在忍不住这口气 想要带着夫人文江离开齐国 返回鲁国 但临走前 齐乡公却突然提出 要涉验款待鲁桓公 鲁桓公不知事迹 欣然赴约 而且还在宴席上 极尽所能 嘲讽齐乡公 齐乡公表面不动声色 继续给鲁桓公灌酒 等鲁桓公喝得酩酊大醉后 齐乡公派公子彭生 送鲁桓公回家 彭生在半路 按照齐乡公的吩咐 偷偷动手勒死鲁桓公 杀死鲁桓公后 彭生把尸体推下马车 伪装成醉酒失足摔死的假象 鲁国的国君在齐国意外身亡 鲁国的百姓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他们不敢对齐乡公问责 便派遣代表要求齐乡公 严惩扶鲁桓公上车的彭生 齐乡公为了平息众怒 也为了灭口 当场下令杀死彭生 鲁桓公死后 鲁国人拥立太子童继位 视为鲁桓公 至于文将既没有留在齐国 也没有返回鲁国 而是定居在齐国和鲁国的边境 一边遥控儿子管理鲁国的政事 一边又和齐乡公继续秘密私会 直到齐乡公死后 文将才返回鲁国 一心一意辅佐儿子鲁桓公处理政务 文将虽然在私生活上风流放荡 但在政治军事方面 却有着非同寻朝的天赋 在他的管理下 鲁国逐渐强盛起来 按照古代的规矩 女子应该惯以夫姓 比如文将的姐姐 因为是魏宣公的夫人 就被叫做宣江 文将是鲁桓公的夫人 应该被叫做还江 但由于他才华横溢 所以后人称其为文将 这也是对他才华的一种肯定 和文将比起来 齐乡公的下场就要凄惨许多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 我们下回再说